而美国总统拜登还任命台湾出身的赵克璐 出任美国国际媒体署的代理执行长 也引发热议 而赵克璐不仅一家三代都从事新闻工作 他政治大学新闻系第35届同学 当中也有不少媒体名人 包含前媒体人陈月清 而对于赵克璐获得重视 他并不意外 也认为他从大学就是一个开朗 而且是有才华的人 而赵克璐他也在同学的群组当中回复 感谢大家对他的恭喜 出席美国之音宣誓典礼致辞 他是来自台湾的赵克璐 被告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任命出任负责美国对外广播事务 美国国际媒体署代理执行长 消息传出马上在他的 政大新闻系大学同学间掀起热议 我们今天同学都纷纷的恭喜他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大家觉得不意外 他很开朗啊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 对很多事情都有他独到的见解 经常他的文章都能够获得老师的包养 同班同学陈岳青对他印象深刻 而赵克璐也在LINE群组回应 谢谢大家的恭喜 从大二上采访写作开始启蒙 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 而赵克璐从政大毕业后 前往美国攻读教育与媒体 进入美国之音工作至今 一家三代主修新闻 父亲是前中央日报副社长赵婷俊 儿子也是新闻系毕业 而其实赵克璐政治大学新闻系第35届同学 也有不少媒体名人 除了曾任主播主持人的陈岳青 资深媒体人周宇寇 电影人焦雄萍等人都名列其中 堪称星光班 我们班出了不少人才 那亚裔在这次里面能够展露头角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 台湾女儿在拜登新人士名单中 展露头角 让台湾再被国际关注 记得站穿六位称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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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